你好啊 今天是1月24号星期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安 感谢你在陈安的爵士小酒馆之后 你还是不离不弃的锁定 I Like Radio 中广流行网 收听由我DJ豆子为你真心服务的 Midnight You and Me 午夜我和你 Bua mi wa gali 好 今天节目很开心啊 因为呢这个访问到两位 非常实力派的歌手 而且这两位很妙哦 这两位在最近要一起开演唱会 可是明明这两个人 他们是分属不同时代的人 但是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这两个人呢 都是从小时候就开始在表演跟唱歌 很厉害的两个人啊 那这两个人最近呢 会合开一场演唱会 谁呢 赵永华跟林俊逸 这个赵永华是实力派歌后 这当然不用讲嘛 林俊逸呢 我想大家可能在近几年 对于他的认识都是 他模仿飞玉青啊 他在综艺节目的表现比较多 但事实上他其实从小 也是参加武藤奖的歌唱比赛当中 脱影而出的人呢 小时候他就出过唱片了 他不是到长大才出哦 他小时候其实就有出过片了哈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就要为大家介绍 即将会在三月份的时候呢 他们两个人会合开一场演唱会 叫做华裔登场 因为一个赵永华嘛 另外一个林俊逸嘛 所以华裔登场的演唱会 这两个人感觉起来 好像没什么关系 那为什么这两个人会凑在一起 开一场演唱会呢 等一下呢 或许经过他们的解释之后呢 你就会相信 这一切的安排都会非常非常合理 所以说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除了会回顾赵永华的一些 很经典的歌曲之外 也会来看看 林俊逸的小时候 他上武灯奖的时候 有多精彩 等一下大家就可以听到 林俊逸小时候的声音了 好 第一个小时 访问到的就是赵永华 还有林俊逸 好 另外在今天的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 还是会有很多 好听的中文流行歌曲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跟介绍 进行的单元 就叫做中文流行歌曲 背来来听听啊 好的 两个小时的节目 请你现在开始 锁定今天晚上的 Midnight Uni You got it 一起在这美丽的夜晚 释放灵魂 解放渴望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收听由豆子主持 哈哈 Midnight You and me 欢迎赵永华林俊逸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赵永华 我是林俊逸 两位好啊 和小子哥好 我跟你们两个是 真的都很久没见 真的很久 我跟赵永华是 很久 2013对不对 对 2013年 上一次发专辑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我跟林俊逸 搞不好也很久 2014 2014 相差不原意呀 相隔一年 相隔一年 相隔一年这样子 所以两位今天来 我节目的意思是 你们两个 奇怪 你们两个感觉起来就没什么关没什么连接的人呐 是没什么连接 我们的确是没什么连接 懂意思吗 所以说今天两位是变闺蜜还是怎么样林俊逸来说 哈哈哈哈 请说 今天就是刚好有空来探班 谢谢 人好好哦 车子太久不见太想念了 林俊逸就是做口碑的啊 哈哈哈哈哈哈 沈金平演唱会啦 对不对 对我们在3月27号的晚上7点钟 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有一个华裔登场演唱会 好会取名字哦 华裔登场 又赵永华又林俊逸 华裔登场 对不对 你这么听起来很顺耳 而且我们还有富标 你富标是什么 俊勇CP 俊勇CP 有没有很会 我就说二位是闺蜜嘛 怎么会有这个合作 永华起来跟大家说一下好了 其实我是很宅 刚是叹了一口气 对对对 请说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哎呀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宅的人 认识我们都知道 我很少出门 是是是 嫌少出门 偶尔去录很优质的唱歌节目 对对对 那就是林俊先生主持的啦 万万岁对不对 万万岁啦 然后就爱封音乐啦 对啊 是是是是 然后呢 再偶尔出去看个音乐剧 舞台剧 哎 林俊逸就坐我隔壁牌 对 就是命运班 命运的安排 然后再来 我偶尔又再去看个音乐剧 本来我没有要去看他 但他在台上唱歌歌 又是林俊逸 他在台上演 而且我到后台先去打招呼的时候 他就突然跑车 你看我这样摔不摔 哎 我演吕布哎 对 所以赵永华 其实你是想摆脱林俊逸的吧 我阴魂不散啊 你怎么觉得摆脱得了我 就是整个阴魂不散 对 就走一个阴魂不散路线这样 对然后他就是莫名的 就会让我觉得好像很熟悉 因为他又很热情 所以我一直以为他是很活泼的人 后来我们两个深度聊了之后才知道 其实我们两个其实都很怕生 对 有林俊逸其实第一次来 其实我跟林俊逸认识很久很久 对不对 因为你还在剧团的时候我就认识你了 对对对那时候我还在剧团当行政 对对对然后 你还有当过剧团行政 我做事真的很多 所以今天请你们两个来 真是我的荣幸 本节目在刚过20岁生日的时候 就遇到这两位都是 我从小看到大的偶像 谢谢 谢谢 勇华姐不用讲嘛 那个歌曲陪我们 陪我们多少的年少时光这样子 林俊逸是真的 就是小时候也看到他 然后比赛呀 这样一路过来 所以你后来去当那个行政啊 对对对 我看到你这我就觉得好像 刚有当罢兵行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 我那时候还就是做 创作剧团的宣传 哦好好好 还有做宣传 有 那你还有做那个和声 和声 对不对 原唱会的和声 剧团的人 因为人力真的都非常的吃紧 所以说他们什么都要会 一个人要做十个人工 对舞台前的事情他们也要会 舞台后的事情他们也要会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对邻居 只有两个字在心中 你知道吗 只是因为只有两个男生 这样讲不太好意思 但是我始终抱持这两个字 叫崇拜 哦 怎么会呢 所以后2014年的时候 就是发片啊 到我怎么来啊 然后就是刚开始有点不熟 有点难过你知道吗 很怕声 对 我们真的很怕声 对 所以说其实要两位就是 频率很相同的人在一起 然后生活方式几乎一样 一模一样 因为我们两个就是为了 随时要准备上台去做很多事情 对 舞台剧歌舞剧任何的训练 就大家觉得我年纪虽然很大 已经唱了快要半世纪 但是我仍然还在找老师 厉害的老师 你年纪很大 哈哈哈 对 你颜值还好啊 我颜值 对很很年轻 应该我 Google一下就会吓死你 我哥是虎姑婆系的 哈哈哈 OK 35岁吗 哦好老 老死了 哈哈哈 好人 那你 好人 你真是好人 你35那你还小我3岁 哈哈哈 能够了哦 哎 我听说 其实最难的是两位要开歌单这件事情 对不对 对 就是说我们有莫名的那种可怕的默契 我们各自回去开单 嗯 就是说 我们要有一个部分是我们自己很想唱的歌 然后那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的歌 嗯 然后还有一个部分我们要合唱的歌 哦 然后合唱的歌 对不对 我们选的几乎都差不多 对 然后我们各自要唱的歌 各自想唱的歌 不是别人 不是自己的歌 是别人的歌 竟然也很多重复 很像 可是你们的声线其实不太像哎 就各自的声线其实不太像这样 但两位卡拉合起来是合的是不是 但我们两个因为声线可以像舞台剧一样就是 我们两个唱上去的时候 我们会彼此调配到很好的 哦 OK 这是专业的人才会做的事情啊 对不对 就是 就是人家怎么丢球我就怎么接球 对不对 对对对 你怎么唱主Vocal就怎么搭和声这样 对对对 其实那个都是自然然默契就来 很奇怪 生活上面他们其实私底下也没什么 就是太多了 只要一签了 对不对 对 可是一上台默契就来了这样 其实我们真的平常像下了宣传 我们各自回家 我们也很少 鲜少联合在每次宣传穿的衣服什么拍照 哎怎么都这么搭 同一个色系之类的 什么CP什么CP 俊勇CP 俊勇CP 有没有很俊勇 而且我们装的颜色是很不容易装的 真的 什么色系我们有一天 云光绿 哈哈哈 然后旁边就说这个颜色谁会买 只有他们两个会怎么还会同一天穿出来 云光绿很少人会穿在路上吧 可是我们俩好喜欢的 我还蛮多云光绿的衣服 就完全就是两位交通安全大使的颜色 哈哈哈 很深的晚上在路上走的时候穿 你甭说别的 像永华姐之前有出过精选集 是 你有些时候要出精选集的时候 你那挑歌山歌 其实一进一退都是心不舍 你知道吗 就是要砍这首歌好难这样子 真的 演唱会这么难得的机会 要砍歌这件事情 更难 要你的命对不对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最可怜的是 岳德老师 哦 还有那个协谱的我们的band leader 是是是是 还好我们小的band leader很厉害 哦 是得过金曲奖的图影大师 哇 对就是我的本来演唱会的御用大师 然后我们就中金拜托他 所以他人很好 他就说 好啦如果你们真的很喜欢这首歌 我们硬把它当成男女对唱好不好 哦 就硬改写就对 我们编一下编一下 编一下 对对对 让大家都唱得开心 不要说硬改写好不好 反正怎么改写他们就怎么合 是这样 没错 没错 这两个都是你知道硬底子实力派的 好了 勇华姐的那个舞台经验 或是这个唱片经验不用说嘛 对不对 其实林俊怡 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哦 你是不是某部分也是听勇华姐的歌长大的 不是某部分我就是听 好的 他是 所以跟小时候看到的人 然后现在真的要在旁边合作 其实同开一场演唱会 会不会有点错 就即使私底下默契再好这样子 我觉得不是错啦 是很兴奋 对因为我觉得这一路上我有一些很奇妙的际遇 就是我都跟天后合唱 哦是是 你那个天后搭配的命非常非常的重就对了 我唱过江慧二姐的演唱会嘉宾 我唱过黄小虎 我唱过季小军 我唱过正宜 你都唱第一把等级的人物耶 对然后现在我唱赵永华 我直接把他升正宫 对对对 哈哈哈哈 这一场 这一场他终于是正宫 跟我们平情平过 我有升等 对 upgrade 所以赵永华是正有没有 然后那个邻居就是皇后 哈哈哈哈 我有升等这一场 是 这一场我有升等 诶那个心态很不一样吧 当家当和声当嘉宾跟真的升成正宫 其实那种感觉是 是真的心态要有一些挣扎 对不对 呃 我可能也是因为就是一直也都在唱歌嘛 不管是目前还是幕后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我就是很努力的去把歌唱好 嗯 我觉得我们反而更期待 对啊对啊 撞击出了那个火花 尤其是男女对上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想要 因为我们两个key其实大部分都偏高 偏高 如果他找一个 比如说他找黄小虎 对唱还是比较辛苦的 是是 因为两个key跟tone更不好 因为我查太多 其实你举了一个很反差的例子 真的 跟胡姐对唱呢 我可以唱圆key 但是你会变女生他会变男生啊 但因为他的 他的key 比较低 对 胡姐的key比较低 对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样合起来的时候 我们现在还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我其实要找我的key很高 如果找男生跟我 除非他key比较高 我的很难合 不好合 是是是 所以我们还蛮期待这个部分 所以一开始知道林俊逸真的要跟你完成一场演唱会的时候 你心里自己有没有一点小小的期待 比如说你想要跟他撞击出什么火花啊 或是想要在台上玩哪些花样这样 其实我 因为他其实是很有趣的人 他在台上哽很多 因为其实主办方找我的时候 是我提要找俊逸的 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疫情啊 大家都比较闷 对 那如果是用我以前的standard演唱会也可以 但就比较深情跟 比较serious 因为我个人 比较音乐会的形式 对我比较不会 应该说我很 我在台上没有那么会放松 对 那可是他说学逗唱都比我强很多 所以我就想说如果他在台上 而且我们两个又默契十足又比较 算是比较熟 所以我可能可以很放松 却开心的笑 了解 然后有一个balance的人 但我只是怕他那个让我笑得太好 笑到失控了 到这个pitch走掉这样子 很多人都很害怕 唯一担心的是这一点 对就是以后你的形象崩坏 可是邻居你一开始出道 有想要走这么搞笑的行吗 因为其实你是实力派歌手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出道的话 你是从哪个时候算 我当讲时期吗 我当讲的时候还没有长大 就是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做 你要走什么样的路啊 我就觉得 我这样问好了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 比较有成就感 或是比较觉得有在演艺圈是存在的 魔王大道之后吗 应该是 对 那时候一开始就模仿 然后开始逗乐大家 你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对啊 所以说于是乎就从一个实力派明星 变成是一个搞笑学生 不是模仿 模仿我也是模仿一个很厉害的人 我也是模仿小哥啊 你到底想要用什么样的姿态去征服人 譬如说你想要用歌喉去征服人 还是你想要用你的笑梗去征服人 我一定要帮他说话 其实他一直很想认真的唱歌 我有发现这件事情 只是因为魔王有一个模仿 然后不小心他被注意到 那其实我觉得他所做的任何表演 包括他只是要多争一个机会 让你有更多机会去欣赏他 很努力唱歌这一块 永华姐说到一个重点 因为林俊逸真的闷很久 会吗 哈喽 我们竟然在中广大厅谈心是谈假的 是不是林俊逸 没有啦 我觉得 对 对我来说 我们以前很久以前 我在当宣传的那个时候 我会觉得说 当时我其实有很多唱demo的机会 我帮很多的天王天后都唱demo 然后 那时候很多唱片公司 为什么要唱demo 因为就是要让他学啊 他选了这首歌 我为什么都没有收过demo 哎呀 你不用啦 然后那个时候 那时候急速不一样 你不要这样 对 难怪我没有唱过你的 你太会了 真的 然后当时所有的唱片公司 其实都听过我的声音 然后他们也都邀我去公司聊过 是是是 然后聊过就是 一看到外形就被打枪 你外形有怎样吗 我觉得挺好的啊 那时候挺清秀的不是吗 没有但是 那时候现在也很辛苦 他现在有点走小小的阳光跟猛路线这样 猛男路 对对对对 没有那时候就是觉得我比较不符合 唱片公司觉得我比较不符合偶像的感觉 OK 比较难定位在歌坛上的位子 应该这样说 那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流行音乐是一个时期一个时期 每次流行的那个style是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倒是 其实你甭说别的 其实永华姐自己也是从比较传统的声乐式的唱法 然后开始进入流行歌坛 张宏毅老师嘛 是是是 对对对 我小时候就是练声乐 所以我也小时候不知道我会走流行音乐这一块 OK 因为小时候听永华姐唱儿歌啊 对不对 啦啦啦啦啦啦 嘟嘟嘟嘟 高山上的小木屋 祝个一个小女孩 赵永华唱的 OK好的 所以其实林俊怡这一路上的转变 我真的觉得还蛮大的欸 对啊 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对啊 而且我真的是 越跟他聊 我就越发现 其实他真的是一个蛮有深度的人 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个 呃 说学逗唱 呃 模仿的那个林俊怡 欸 可是啊 这一路上以来啊 林俊怡的转折真的很大 你听听 首先第一个问题呢 我们就要问一问 少年林俊怡 您的梦想 少年林俊怡 嗯 嗯 除了唱歌以外 我希望能够像 小乖虎 苏游鹏一样 也能考上台大 然后 呃 人又长得帅 歌又唱得好 然后苏游念得好 这是最好的 欸 想唱 我讲讲没有话欸 哈哈哈哈 给特别的你 我的记忆 都不过你的爱 特别的爱 给特别的你 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自己 自己 哈哈哈哈 欸你很会转音欸 好厉害喔你 我跟你讲以前 哦这个好经典 这个 以前我们因为要比赛 你不这样唱 分数不会 对 要炫金一下 不可能得五个灯 对对对 这卡带都有一点一直 欸你去哪里找介绍 你真的很厉害欸 大概早年对林俊怡 比较有印象是孟陀琳 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你儿童时期就出唱片了嘛 对对对对对 小的时候 然后真的证明我 真的就是很喜欢飞银琴 真的 而且小时候唱就还蛮像 哈哈哈哈 小时候就有那个影响 对 可是 你知道喔 儿童跟少年时期的林俊逸 对 登登登登 那时候编曲都要这样编演 有沒有 好像 爱直播 好大气 这是后来了 对不对 小哥好 前辈好 来到节目里面 跟小弟一起合作演出 今天小弟请到的这位来宾呢 跟小弟有非常密切而微妙的关系 今天要跟他一起合作来做一个电视演唱会 女士们 先生们 掌声欢迎 费玉琴 哈哈哈哈 自己欢迎自己就对 对对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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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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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用心哦,改變成了Cappella 轉折好大哦 我那時候比賽 只要我要唱的歌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自己做的音樂 這樣子 就是你自己的主導性很強 畢竟站在第一線比賽的是你嘛 所以你真的很適合做廣播劇 你一個人就演完啦 一人分飾多巧 好妙哦 好精彩哦 我是不應該剪剛才那些片段 剛才林俊一近乎是用全程遮著臉的方式 來面對我們 說唱到海棠血淚的時候 鳳婆林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 可以有這樣的 風沙 可是可以有這樣的人生 你不覺得很有趣的嗎 你到底是用哪邊發音的我好好奇哦 哪個部分有哪邊 我們身體發音的部分有很多啊 這樣對不對 就全身上都可以抖動就對了 但我覺得是不是因為也是因為這樣訓練 所以你比較沒有在台上就變得比較不會怕神 我從小我從小就一直參加很多什麼跟你一樣啊演講比賽啊 所以我就很習慣面對觀眾 了解了解 OK好很精彩啊 真的 等一下要回顧他的上半星 好不要忘記 等一下有一個重點 趙永淮有沒有 好先跟大家把正式交代一遍哈 時間是在3月幾號的時候 3月27號星期六晚上7點鐘 我們就要開唱了 地點是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就是俗稱的TH10 TH10 對TH10 3月27號那天是禮拜六 那是一個很棒的週末夜晚 希望這兩位美生等級的人物 能夠帶給大家一個優雅而愉快的夜晚 謝謝 也要拜託大家下午啊 乾脆就下午茶吃飽一點然後早點來 因為現在要實名之入場 會比較辛苦一點 讓大家不要太慌張 我們真的會認真7點要開唱 因為我們歌實在太多 我們把一場演唱會當作三場再用 對你有注意到嗎 不是7點半喔 是7點一早晚 是7點 對對對 他們連頭那半個小時都好了嗎 就要怕你們沒有車回家 怕你們捨不得回家 因為沒有唱完之前 我們也不會下台 對 你們不會放過我們就對了 我們也不會放過 我們不會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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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場 好會喔 好在今天的節目當中為大家介紹這場 即將在3月27號舉行的演唱會 演唱會的名稱叫做 華藝登場 我眼前的風景 怎麼都是你的身影 不知不覺中我已深深著迷 看著我的眼睛 有好多話想告訴你 你是我唯一 我的溫柔 專屬於你 保護著你 為你守候天經地 不怕任何困難 我一定陪著你 是你讓我遇見真愛 不再猶豫 未來的路 未來的路 我會牽你走下去 很愛你 所以我在這裡 很愛你 所以我不放棄 很愛你 所以我不會離去 很愛你 所以我在乎你 很愛你 所以我在乎你 你 你的一句一動 牽動著我的心 旅程也許漫長 只要相信彼此堅定 暴風雨會離去明天 是天氣氣 不怕任何風雨 我會阻擋不讓雨滴 我會背著你 爬過高山 翻山越來 想的太多 顯得自己 歇斯底里 我會接受 我會接受 所有和你的怪脾氣 不要對我懷疑 我做的這回憶 這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決定 很愛你 很愛你 所以我在這裡 很愛你 所以我不放棄 很愛你 所以我不會離去 很愛你 所以我在乎你 很愛你 所以我會想你 你每一句都 沉重著我的心 想你 我愛你 我愛你 很爱你 所以我在这里 很爱你 所以我不放心 很爱你 我不会离去 我很爱你 所以我在乎你 很爱你 所以我会想你 你的依据都牵动着我的心 我很爱你 所以我很爱你 我在这里 我不放弃 我很爱你 我不会离去 我很爱你 所以我在乎你 很爱你 所以我会想你 你的依据都牵动着我的心 我爱你 I lik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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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我喜欢 I like I like I like 我喜欢我喜欢 I like I like 适合玩乐 I like I like 适思乱长 I like it in the sunlight radio I lik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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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dio 喜欢我喜欢 I like radio 这里是I like radio 中广流行网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 Midnight You and Me 我是豆子 丁面做的是赵永华 还有林俊逸 嗨 豆子好 大家好 我是赵永华 我是林俊逸 这两位即将要华裔登场 对不对 是的 对 既华裔又华丽 应该这样说 应该就是华丽又安逸 华丽 哎呦 对哦 大家听你们的歌曲就得到一些 安逸的感觉 而且那天真好 礼拜六 有没有 是的 没有隔天要上班的压力 没错 真好啊 阿爸 十明志 请大家提早入场 拜托好 是是 好的 那个 因为刚才永华姐私底下 有跟我们讲说 该不会有我的吧 就因为刚听到林俊逸太多的 那个以前很好玩的事情这样 对啊 那没有吗 没有吧 嗯 好的 没有没有 因为他都属于好好唱歌的那一系的人 对 你知道吗 所以说其实他留下来的东西 都是比较偏经典的 而且我没有像你那么曝光 小时候我是只有出声音的 对哦 因为我知道赵永华一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是上综艺节目 因为是出片歌手 对 对不对 你听那时候赵永华的唱法 你又怎么也要害羞的啊 我不知能带给你有伤还是快乐 失去的 失去的随意 而且你近期的演出 高音也还是很完美 亮度还是很够 我有继续练 而且我还有把我不见的低音练回来 人家都是不见的高音 连不见的低音也找出 我高音低音都全部就是 而且我高音有再练得更高一点 所以你现在反而可以标得更高啊 但是不需要 只是说要让他弹性更好 所以你在唱高音的时候 他更容易 这个是你自己觉得 会有一些些危机意识 所以说你必须要把那个 喉咙的热度 要维持在那边是不是 不是 因为我之前有忧郁症 所以忧郁症的时候 其实胸骨啊 胸闷嘛 然后你骨架会跑掉 所以你唱歌的共鸣点 其实我们唱歌要关 跟身体很多部分是要 互相呼应的 比如说你鼻塞 唱歌就有鼻音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你很头痛的时候 你额头的这个共鸣腔就出不来 如果你很紧张的时候 你齿饿咬很紧的时候 你嘴巴是张不开的 然后包括你很紧张的时候 你肩颈会紧的话 它其实会影响脖子的肌肉 然后更何况 我那时候是忧郁症 我的胸骨是闷着的 所以你可想的 整个就缩起来 缩的 然后你是呼吸不了 唱歌不了 那你唱歌又是属于 大管的那一种 对 你怎么缩对不对 对所以我怎样 要用很长的时间 运动跟按摩 还有练唱 三管齐下把它练回来 你们这些年轻人 在你们说 我高音不见了 你看人家 就有办法保持着 那个热度在 对 对啊 我跟你说你不要生气哦 这有个我很爱 但我觉得它实在 太像酒店琴歌 这个时候的赵永华 都还是属于美声唱法 是不是 对可是因为我 被发觉的时候 其实我在民歌系餐厅 大部分都唱夕阳歌曲 所以我那时候希望 唱歌的方式 再加很多夕阳的感觉 所以你现在听这个歌 已经三十多年 对可是你就还是 音乐还是很新 因为那时候找很多老外来做 哦 在那个时候的 国语歌坛当中 赵永华的歌是 真的很跳出来的 可是都好难唱 那个歌行 而且你声音可辨识度又高 人家说在那个时候的 国语歌坛 其实声音可辨识度高 你几乎 基本上就已经先成功了一半 这样 谢谢 女王啦 对 没有啦 啦啦啦啦 小天使变女王了吗 好好听哦 别忘了我会不会后悔 我无法回答是错是悔 别忘了我会不会后悔 这样的爱 一生会有机会 机会 我有疑问 我有疑问 张铜艺老师 他是一个比较属于传统唱歌类型的人 对他是算古典 对对对 他古典跨流行人 对对对对 所以你要在他的旗下 然后变出这么多新的唱法 是不是那个时候跟他也是有点小小的革命 我好好奇哦 因为感觉起来他是绝对传统的人 然后你的唱法其实很新 在那个时候 他只有在我唱他的作品的时候 他会比较serious一点 因为他觉得古典是要比较standard一点 可是他的歌就是很成熟 那时候我才二十岁 所以其实他给我的歌其实都是超龄演出 我有时候是唱不出来 但老师真的很会教 你有唱到哭吗 那个时候 没有因为我不懂 但是我有唱到让老师演狂虹 因为老师的教法很棒 因为你想一个二十岁的女生 可能就不是会谈恋爱 也不懂人生的悲欢离合 对对对 可是你要唱这么深的History的Story 然后老师就跟我说 你第一段唱灰色 对对对 他用颜色 甚至用颜色 因为我的脑袋data里面 是没有人生的这些经历 然后还要努力想办法 把看的电影 他会跟你讲情节 把那个情绪勾勒出来 然后第二段他会跟你说 这一段我们来点希望 加点金色 可是对那时候年轻的你来说 应该这些形容值都很抽象吧 很抽象 就是要靠自己脑袋挂 一直去转 转到老师满意为止 而且那歌都超难唱的 但是你还是每一个任务来 每个任务你都把它处理的非常非常好 也是谢谢张慧英老师的训练 所以后来 那个其他的制作人都是把我放生的那种 他觉得我自己可以搞定 所以都没有听过demo台 所以你对录音室非常非常的熟悉 后来你近录音室都不会有任何的害怕 因为我小时候唱卡通歌就进录音室了 林俊玉在自己录自己的作品的时候 会有一些些担心跟害怕吗 因为毕竟比赛唱歌跟你自己自己下好玩 那其实是很不一样的事情 同样是唱歌这件事情 我满会用麦克风的 各种各样的麦克风 我都会适应 那不管手拿的那种单指向性的 或是在 我演舞台剧的时候 要贴在头上的那种 对对对对 这种麦克风你都要去适应它 那我觉得我有下一点功夫在 跟麦克风的关系上面 就你跟麦克风和平相处 对 然后你要帮你自己 透过麦克风 让你的声音变得更好听 OK 所以其实有些东西是真的 没有一下子可以成功 你要慢慢跟它适应 慢慢摸 对然后多适 多适 你现在连讲话都很好听 谢谢 对啊就是好适合来做广播 真的 不是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在广播里面 你这么突然害羞起来 我觉得在广播里面 男生的声音如果加一点凶声 会比较好听 凶声是不是 对 就是从胸腔发出来的声音 右边左边 右行事左行事 从我的第三点那边 第三点 可以播吗 可以好不好 你怎么讲我就怎么播 这其实是比较近期的赵永华了 对不对 就已经在流行音乐圈完全训练过一轮 他什么难题都解决过 你也跟陶哲合作过 你知道这首歌是谁写的吗 我们知道 谁 蔡剑亚 所以几乎任何的合作对象 你怎么来 你就是任务怎么来 你怎么解决 我觉得我是一个那个 Lucky Star 后来他们都红了 陶哲也是那时候 做完我的唱片 后来没多久 他就自己做转集 然后就爆火了 陶哲那爱不爱 对对对 我记得你爱不爱那一张 其实整个大转折 声音也转折 整个形象也大转折 因为其实你之前 就是一个乖乖的女生 嗯 这样的 那有点都会感 那我记得爱不爱那一张 其实整个头发都是散乱的 其实那才是我原来的样子 水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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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个比较 反而比较做自己的 就是帅真 然后比较帅心 没有那么girly 其实只是我的本性 嗯 但却很宅 对对对对 所以你们两个 我觉得啦 因为杨卫有太多 很经典的表演也好 或是歌曲也好 我有预感耶 每天可能会成为一个 TICC大KTV也有吗 有这么种感觉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啊 对啊 可是我觉得这个 对于台上的歌手来说 反而是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台上台下连成一气 这样子 这也是我们做这场演唱会的目的 希望那一天 不是只有听到我们的歌开心 而是你跟我们一起互动 开开心心 满满意义 幸幸福福的回家 所以我们在时候 哇 好会哦 我们有征求 直播开 直播买海鲜的是不是 很会行销了 我们有征求 如果你有空的话 找你觉得你人生最快乐 最幸福的照片 Po在我们各自的官网 或是你的官网 告诉我们 表示你愿意提供 也许我们觉得哪一首歌 那个情境特别适合 咚一下 搞不好就有你的照片 所以演唱会不是只有 你们在玩而已 我们希望跟大家一起来玩 没错 那或许这些歌曲里面 会有你们的人生 会投影在 可能背景啊 什么等等之类的 对 对不对 OK 很用心的一场演唱会 那虽然说 对之前我真的想不透 这两个人到底有什么关系 这样 但如今 经过今天这一集的解释 你大概就知道 会有很多很多的期待 然后是一个绝对美声的夜晚 谢谢 我们很期待 但是也就是 谢谢大家一定要来看 让我们两个从小唱歌唱到大 还这么爱唱歌的两个疯狂 对 这也是我们两个最像的地方 对 我们两个都是从小唱歌唱到大 对哦 对 而且到现在 从来都没有放弃过音乐这件事情 对 不管人生有多点 你有忧郁症 你有很低潮的时候 他也有啊 哒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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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很多人都有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要像我们一样 要开心勇敢 对 对 过了之后然后就开了 对 你看让李俊宇多开了 都差点露黄色的出来了 哦哦 好的 如果要去询问详细的票物的话 我可以去询问哪里呢 年代售票系统 还有四大超商 OK四大超商 你的过期会不会太好了 不是有那个暗暗乐吗 大家可以去按一下那个暗暗乐 对对对 或是你觉得超商哪一个帅哥或美女你喜欢 你会假装不懂问他 他都会帮你服务的 小姐不好意思 我不太会用这个机器 其实你不懂什么 我可以帮你服务 我想要买那个华裔登场演唱会的票 那一场很好看 快要快买完 你要赶快 你要多少钱的票 帮你按 这个 林俊宇快去开一个podcast 一定会很精彩 你怎么知道我要开 OK好 请大家三月二十七号的那一天晚上是七点钟 不是七点半的 是七点钟 就会准时开场 这场演唱会 这叫做华裔登场 谢谢林俊逸 谢谢赵永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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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强迫自己 想要把你忘掉 爱上了心头 只有为他点点倒倒 像旋转无貌 不停不停的老号 我像个孩子 不知道该怎么好 无法说的太明白 也许明知不应该 来来回回多徘徊 哎呀痛痛快快 还是要带他要买 别问我爱不爱 带我的离不开 我已经想偷走 长秋的秋不来 当我的心不在 当你的心不在 没有焦点 只是空白 我强迫自己 想要把你忘掉 爱上了心头 只有为他点点倒倒 像旋转无貌 不停不停的老号 我像个孩子 不知道该怎么好 爱不爱 无法说的太明白 爱不爱 也是明知不应该 爱不爱 累累回回都徘徊 爱要痛痛快一快 还是要买他要买 别问我爱不爱 该我的离不开 我已经想偷走 再悄悄的秋不来 当我的心不在 当你的心不在 每焦点只是空白 我已经想偷走 我已经想偷走 当我的心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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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想偷走 我已经想偷走 只是空白 我已经想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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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早期的赵永华呢 唱的歌曲大部分都是 抒情面向的歌 比较多一些些 可是呢 在1992年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有一首 还蛮轻快的歌曲 我觉得赵永华在那个时候 形象稍稍地转变一些些 变成比较阳光的 比较可爱的女生 1992年这首歌曲 今天也带大家来回顾一遍 这首歌就叫做 趁着心还能飞 趁着我还年轻 趁着心还能飞 再遥远的梦都该不害怕去追 趁着我还年轻 趁着心还能飞 多看看世界 不要点点忙着后悔 有些人怕冒险 总是站在人多的一边 有些人怕改变 永远活在从前 永远活在从前 我不想为生活 画界限 让每个明天都像今天 一定有许多的美好 躺在陌生 躺在陌生后面 趁着我还年轻 趁着心还能飞 再遥远的梦都该不害怕去追 趁着我还年轻 趁着心还能飞 多看看世界 不要点点忙着后悔 虽然坚持的人难免 会孤单一些 但是我相信每颗心 怎会有某个人能了解 趁着我还年轻 趁着心还能飞 再遥远的梦都该不害怕去追 趁着我还年轻 趁着心还能飞 多看看世界 不要点点忙着崩溃 趁着我还年轻 趁着心还能飞 再遥远的梦都该不害怕去追 趁着我还年轻 趁着心还能飞 多看看世界 不要点点忙着崩溃 趁着我还年轻 趁着心还能飞 再遥远的梦都该不害怕去追 趁着我还年轻 趁着心还能飞